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新冠疫情肆虐而引致的经济萎缩和失业率上升 因为境外势力干预而出现的危害国家安全行为 凡此种种都严重损害特区的社会稳定 阻碍经济发展 破坏香港的国际形象 社会付出了沉重代价 在这个环境之下 市民焦虑不安 甚至对前景失去信心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他们期望特区政府能够做得更多 做得更好 是理所当然的 怎样令香港早日走出困局 令市民恢复信心 是这份施政报告的首要目的 林郑月娥表示 内地疫情受控 经济已经快速反弹 将会是2020年唯一有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中央正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香港享有进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可以为香港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香港应该继续发挥国家所需 香港所长的作用 积极参与建设国内国际双循环 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在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当中 首先是简单交代了本月初 她和中央相关部委 以及广东省政府商讨会港措施的成果 包括中央支持在今年年底之前 全面落实早前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 原则上通过的24项政策措施 继早前在税务优惠 购买房屋便利 青年创业支援 科技经费过河 律师和建筑专业服务开放等 已经落实的措施 近期将出台的是有以下 容许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 指定港资医疗机构 使用在香港注册的药物和常用的医疗 仪器 放宽内地人类维传资源 过境香港作研究用途 在港珠澳大条 实施港车北上的便利 和加快落实跨境理财通 中央支持深化两地金融互联互通 逐步扩大互联互通和资格股票范围 同意加快香港上市 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 和内地科创版股票 在符合特定条件下纳入标的 为了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 中央支持香港国际机场 按照市场化原则 投资入股珠海机场 参与运营发展 建设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机场群 另外中央还支持香港和深圳 共同建设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 深圳园区 和位于洛马州合套的香港园区 实践一国两制下 位处一和两岸的一区两园 此外还有完善港深陆路口岸建设 防疫抗疫等方面的相关措施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正在立法会发表任内的第四份施政报告 我们马上看看现场 政府应该撤销非住宅物业 双倍重架印花碎的措施 利便企业出售非住宅物业套现 应付因经济不紧而出现的财政问题 台阶事务及库务局最近按我的要求 完成检讨这一项在2013年推出 及管理需求从而压抑非住宅物业价格大幅上升的措施 由于受经济下刑际疫情不明朗等因素影响 过去一段时间 非住宅物业的售价及需求均以显著回落 政府认为现在是适当的时候撤销 非住宅物业双倍重架印花碎 为了使有需要的业主及时受贿 行政会议今天早上已经通过修订印花碎条例 而我也行使法定权益 以公共收入保障令 让撤销非住宅物业双倍重架印花碎 从明天也就是11月26日开始生效 我们会继续留意非住宅物业的市场情况 在有需要的时候会再次采取合适的措施 以确保市场的平稳发展 但在这里我必须强调 在现在房屋供应景桌的情况之下 住宅物业价格仍然处于一般市民 难以负担的水平 政府并没有计划调整 住宅物业的各项印花碎的安排 第五代流动通讯技术 也就是5G 不单是通讯业的重要基建 也是推动整体经济升级转型的引擎 主要流动网络营办商的5G人口覆盖率 预计今年内可达九成 我们计划在2021年供应更多不同平台的5G平谱 在速度、容量和覆盖等多方面 满足各种5G应用的需要 此外我们一直与两家卫星营办商商讨 将其位于大部的卫星测控站 前往村坎角的电讯港 预计4年内可以完成搬迁重置有关措施 好 更多消息我们马上连线正在香港立法会现场的本台记者李千千 来了解一下 千千你好 千千中午好 千千 现在林郑月娥最新的这份施政报告 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 好的 全全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香港立法会 那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正在发布她任内的第四份施政报告 那么她就指出呢 这一份报告的主题呢 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 那么在过去一年的时间呢 香港的社会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她希望这份报告呢 能够让香港市民呢 是重新的看到前景 并且是解决眼前以及未来的困境 林郑月娥首先是提出了一系列 她在月初访金的时候呢 中央提出的惠港政策 并且当中呢就包括是 在今年年底之前呢 是要全面落实越港澳大湾区的一个措施 同时呢是加快两地的互联互通的机制 以及呢是要比如说加快落实 两地的这个跨境 跨境理财通等措施 另外还有一些方面 就是比如说中央是支持香港呢 是在有效的控制疫情的前提之下呢 是可以逐步的恢复两地的人员往来 并且是认证两地的健康码 同时呢中央也是提出 可以为香港呢提供一定的内地生产的疫苗 来支持香港 另外林郑月娥也提到呢 维护国家安全是香港特区政府的一个限制责任 在香港国安法落实以来呢 香港社会是已经恢复了平静和稳定的 他就指出呢是需要加强教育 让香港的市民呢是加深对一国的认知 同时呢他会在今年的时候呢是提出草案 来完善有关立法会议员的一个宣誓的一个事宜 那么林郑月娥呢 她接下来的行程也会非常的繁忙 她会在接下来今天下午的时候呢 是出席记者会 并会在晚上呢出席电视台的一个施政报告的论坛 明天早上的时候她会在电台的联播节目里面呢 是讲解这一份施政报告 并且呢她会在明天继续回到立法会 来接受立法会议员的质询 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现在将时间交换给全全 嗯好的谢谢千千 相关话题我们再请到时事评论员杜平先生 为大家点评分析杜先生中午好 你好千千 嗯杜先生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哈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指呢最新这份施政报告 主要是要让香港走出困局恢复市民的信心 对此您有什么观察 到目前为止听到的一些内容呢 还是蛮令人眼前一亮的 特别涉及到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 包括深圳和香港之间 共同建设工业园搞科技开发 然后包括核桃地区等等的一系列的 都是一个非常崭新的事情 对香港来讲的话确实是一个新的给予 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在这个惠港政策方面 也有新的思路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接下来的其他的一些措施呢 可能还需要我们继续的去了解和消化 但是今天我就特别需要指出的另外一点 就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香港如果说离开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 离开一个社会比较稳定的环境的话 我觉得所有的措施制定出来都没有用 也就是说你必须有这个根本 你想去年的时候 林郑月娥如果在这个立法会要发表 实证报告的话 都没办法发表下去 你还搞什么建设 你任何一个好的想法都没办法落实 去年一年里面立法会里面 这个那么长时间基本上被瘫痪状态 那在这种瘫痪状态之下 你政府即便有很好的一个策略 很好的发展规划也没有用 实施不了 那么今天在这个立法会里面 林郑月娥之所以能够在一个比较平静的 安静的干净的环境里面 就香港未来的发展 做出这么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市政报告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正道 这才是香港所需要的 而且我对香港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仅仅是个开始 将来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还需要各个政治力量 社会的所有的人都需要去尊重 去维护 这样的话呢 就林郑政府所代表 香港特区政府所发表的 这样一些重要的重大的措施 才有可能得到落实 离开政治环境 比较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 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对香港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教训 必须要维持香港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才有可能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做得到 谢谢 嗯好 谢谢杜先生的点评分析 再来看到其他消息 正在访问日本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25号先后和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 以及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会面 之后呢 又和内阁官方长官加藤盛信会谈 王毅表示 两国之间虽然存在各种问题 但是应该根据迄今的共识 妥善处理 可以在更广泛的领域开展合作 王毅在傍晚还将和首相菅义伟举行会谈 而再来看到美国方面 在美国总务署批准美国政府展开过渡程序的第二天 美国后任总统拜登24号正式宣布 并且介绍了一批获得提名的内阁和高级官员人选 拜登的国务卿提名人布林肯表示 美国需要保持谦卑和自信 美国无法独自解决世界所有问题 而是需要和其他国家合作 拜登24号在威尔明顿正式宣布 第一批内阁与高级别官员的人选 美国将有第一位高级别气候总统特使 第一位女性情报总监 第一位拉丁裔国土安全部长 拜登表示 这个外交与国安团队反映出美国将重新领导世界 他还强调自己的团队将会坦诚相待 告诉他所需要知道的信息 而不是他想要知道的信息 拜登表示 国务卿提名人布林肯与他共事了18年 是拜登最亲密最信任的顾问 并早已为国务卿一职做好了充分准备 布林肯来自一个移民家庭 继父塞密尔是一名波兰裔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 在逃出集中营后 他得到了美军的救助 布林肯当天提到了继父对自己的影响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人选格林菲尔德表示 拜登的人事任命显示出 美国将会回归多边主义 前美国国务卿克里将会成为美国首位气候总统特使 克里表示拜登上任首日美国将重返巴黎气候协议 但美国还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 才能够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 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一华盛顿报道 美国后任总统拜登的过渡工作继续 五角大楼首次和拜登过渡团队举行会晤 而美国国务院也已经开始了交接程序 国务卿蓬佩奥承诺将会依法配合 向拜登政府交接权利的工作 白宫幕僚长也已经指示人员展开过渡工作 拜登的过渡团队已联络美国国防部 开始过渡工作 国防部相关部门负责人 Miel 24号向记者表示 已经与拜登过渡团队举行了首次事项会晤 Miel 负责为拜登团队提供国防部办公空间 通讯和听取情报等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在美国总务署表示正式启动过渡流程之后 国务院也已经开始交接程序 蓬佩奥在福克斯新闻表示 会按法律的要求展开交接工作 蓬佩奥表示 他仍为与民主党拜登的国务卿人选布林肯接触 但他对此表示期待 美国传媒报道 随着特朗普政府开始配合过渡工作 拜登表示 相信过渡的工作不会落后太多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CNN报道 美国白宫幕僚长梅多斯 已指示白宫西议人员展开过渡工作 他在发给白宫人员的电邮中指出 正式开始了向拜登政府的过渡进程 又表明除非得到现届政府的授权 否则员工不得与拜登团队进行对话 并补充说 他们在这里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梅多斯指出 已经在每个办公室任命联络员 与即将到来的拜登团队接洽 但他也以大致提醒职员 除非获得授权 不得与拜登过渡团队或联邦过渡协调员直接接触 凤宏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后任总统拜登正式展开权力交接工作 被视为联邦政府承认总统特朗普连任失败的第一步 不过特朗普在24号就仍然拒绝成人落败 又引说明掉指 有近9成9的民众支持他不向拜登认输 拜登正式开展权力交接工作 是他筹组过渡班子 明年1月顺利入主白宫的关键一步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 在拜登接获联邦总务署署长莫菲通知 可以正式交接之前 特朗普多名顾问曾花了数小时 游说特朗普承认过渡交接 有匿名顾问更表示 一切已经结束 而特朗普继续拒绝承认落败 他在社交网站再次指控佐治亚州 有数以万计邮寄悬票出现违法问题 又引述一个电视频道的民意调查制 有多达98.9%的受访者认为 他不应该向拜登认输 凤博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回来有财经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美国后任总统拜登正式展开政权交接工作 再加上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进展理想 消除了不明朗因素 带动亚太巨股市今天普遍向好 日本股市午后上升超过1.5% 韩国股市也升接近0.5% 但是台湾股市在高位有估压 效服回吐接近0.2% 内地互升两市震荡走弱 创业板指更大跌1.2% 互指示守3400点整数关口 中午报3395点 下跌7点 跌幅0.22% 半日成交2370亿人民币 深城指中午报13795点 下跌106点 跌幅0.76% 半日成交3007亿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高开231点 随后涨幅扩大 香港特首宣布中央支持深化互联互通机制 逐步扩大合资格股票范围 带动恒指一度突破27000点整数关口 创9个月新高 恒指中午报26814点 上升226点 升幅0.85% 半日成交975亿港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在人民日报撰文 提到要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刘鹤在文章中指出 从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看 国内循环是基础 两者是同一体 国内大循环绝不是自我封闭 自给自足 更不可能放弃国际分工与合作 要坚持开放合作的双循环 通过强化开放合作 更加紧密的同世界经济联系互动 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 刘鹤提到 要加快科技自立自强 建设制造强国 质量强国 网络强国 数字中国 优先改造传统产业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还有指出 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推进一批强基础 增功能 立长远的重大项目建设 刘鹤在文章中重申 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坚持租购并举 阴沉失策 完善长租房政策 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文章又提到 要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对金融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 大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改革优化政策性金融 完善金融支持创新的政策 提升金融科技水平 同时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安全 并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释放农村农民的需求 文章还提出 要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 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 在更高水平上引进外资 并提升出口质量 扩大进口 促进经常项目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上海证券交易所就上市公司的信息 披露分类监管发出通知 通知指上市公司披露信息 应当合理审慎客观 不得利用市场热点进行概念炒作 披露公告涉及热点概念的 应当结合实际情况 充分提示风险 同时上市公司应当专注主业 审慎筹划高溢价跨界收购 以及其他可能产生较大风险的资产交易 通知又提到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相关方 应该诚实守信 不得滥用权力 实施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要求上市公司违规提供担保等 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在国台办周三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呢 对于凤凰卫视记者有关制定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的提问 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大陆将会持续采取精准打击措施 依法言成台独顽固分子及其金主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 想问的是近期是舆论高度关注的是 研究制定台独顽固分子清单这个议题 请问发言人 国台办对制定台独顽固分子清单 目前有哪些规划 在实施步骤等方面 目前有怎样的一些考虑 谢谢 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 公然的挑衅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 是绝不能容忍的 我们将持续的采取精准打击措施 依法严惩 台独顽固分子及其金主等主要支持者 那些涉毒言论嚣张 谋独行径恶劣的台独顽固分子 包括在岛内外组织策划 实施分裂国家活动的首要分子 及其金主等主要支持者 都必将依法受到人民的审判 和历史的惩罚 对于有报道称 美国海军亚太情报主管 密访台湾 朱凤莲强调 大陆方面坚决反对台美之间 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对于日前15国签署 RCP协定对台湾经济造成的冲击 朱凤莲指出大陆欢迎台胞台企 到大陆投资创业 共享大陆发展的战略机遇 感谢您收看凤凰五件特快 再会